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Christina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Peter 你有听说高雄旧火车站的消息吗? 他们正在进行地下化和绿原道设计 火车站的一部分墙体被拆除了 但幸好还有一部分的会被保留在绿蓝带公园 那可是历史建筑呢? 拆除一定很可惜 但是能保留一部分在绿蓝带公园 也算是有个美好的结局 对啊 这九段墙板会被组合成四座 然后被放在原本乡林的位置 这样不仅能保留火车站的记忆 还能让人们更了解日之时期的构造和材料 这个计划真不错 可以让民众在绿蓝道公园里修起 游乐 同时感受一些历史的氛围 是的 而且预计在11月就会完工了 我们可以期待看到这古老的墙板被重新呈现 而且保留原有的雨泽 也让这些墙板有遮阳避雨的功能 看来这个计划很用心啊 希望这些墙板能成为高雄的一个新地标 吸引更多钱来欣赏和回味历史 没错 我也觉得这个计划很有意义 我们不妨等完工后 一起去绿蓝带公园看看这些墙板的重现 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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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house was designed by Linda 这间房子是琳达设计的 this house was designed by Linda 这间房子是琳达设计的 第二个单字 火车 train I like to take the train 我喜欢搭火车 I like to take the train 我喜欢搭火车 第三个单字 工程 project 工程 project this is a huge project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this is a huge project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英文单字吧 设计 design 火车 train 工程 project 这样大家都学会今天的英文单字了吗 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